中佳新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5月31号 新增三位确诊者中 有一名美法师 以及一名大厦管理员 由于两人接触 不特定的对象很多 因此金融市政府 特别公布了疫调足迹 一起来关心 金融市长林又昌 公布5月31号 两名确诊者足迹 其中一位是七堵 明德一路一间美法店的美法师 另一位则是爱武路 一栋综合性大楼的管理员 这名管理员曾到过万华茶医馆 5月15号出现症状后 还持续上班十多天 那他到诊所去就诊四次 就诊四次 那这个目前的疫调了解是 他其中有三次是去拿药 就是他持续觉得身体不舒服 那一直到5月29日 他开始觉得有这个呼吸 有急喘的状况 所以他到医院去急诊 那之后经过医师的 这个留置裁剪之后 确诊 所以他从5月14号 这个出现状况 到5月29号被裁剪确诊 中间的时间长达15天 有管理员有确诊的情况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虽然这栋大楼有诊所及护理之家出入人员多 不过金融市卫生局长表示 这名管理员是上大夜班 研判与大楼其他住户接触并不多 因此初步只匡列与他交班的管理员 我们8220他的上班时间 他是大夜班 他均依规定来做消毒 以及全程都有佩戴口罩 所以我们在初步疫调的时候 我们暂时匡列了 他的前后交班的同仁 那为密切接触者 后续疫调时 我们才会依风险的高低 来决定匡列的对象 另外金融市6月1号 新增8起确诊病例 有台北靠航的健身车司机 台北艺术中心工地工程师 护理之家住民 及台北南港车站 纪念品商店员工等 牛昌分析 有三例是在台北工作场所关系 还有与家人确诊有关 那因为这个工地 陆陆续续有多人传出确诊 所以被通知停工 那他是在5月30日之后 5月30日觉得身体不适 然后去就医 那经裁检之后确诊 那木碟目前也正在进一步疫调当中 另外林又昌也证实 6月1号金融市只分配到 1700剂疫苗 与金融市政府向中央申请的 15000剂数量差距颇大 林又昌直言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没有做到区域联防 我们觉得说这样子对基隆来讲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在日前提出的要求是 希望基隆应该比照双北 那比照双北 那双北是怎么样呢 双北这次CDC给的原则是 第一类加第二类加第三类的人员 那全部都施打 所以我刚刚说过 我们是一个北北基陶的首都生活圈 那基隆很多染疫的人 其实都是在新北 在台北的工作场所 那这个没有办法用 这个几个城市 说新北台北 然后跟基隆不一样区隔开来来对待 这个还是一个区域联防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也是再一次呼吁 未来相关的疫苗在做这个分配 以及资源在做分配的时候 应该把北北基陶 视为一个首都圈 一个区域联防的这个区域 共同的一个区域 根据基隆市卫生局方面统计 基隆23类人员加总还需要2826剂疫苗 牛昌再次表示 北北基陶同属首都生活圈 呼吁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应以区域联防为前提 来考量疫苗分配数量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为了强化防疫的作为 金融市长林友昌宣布6月1号起 各市场都要强制分流 提醒外出到市场采买的市民 依据身份证字号的单双号 分批在单日或双日 到市场消费减少群聚风险 管理人员要求民众拿出身份证 确认符合分流标准才能进入 这里是日前刚副业的 欺负男星市场 为了强化防疫作为 金融市长林友昌宣布 从6月1号起 各市场实施强制分流 依身份证尾数 单号单日去 双号双日去 昨天因为传统市场是休市 今天早上我们金融市 所有的传统市场 一律强制进行分流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我们会依据 身份证字号的尾数 然后3 5日 你就是单数去消费 然后246你就是双数去消费 我们在今天所有的传统市场 都已经强制来落实 实施第一天 市场管理人员表示 民众大都能配合 参马民众也认为 宁可安全一点 照规定走 贪商则直言 强制分流做法 的确让来市场的民众 变得更少 不过他们也很担心 长时间下去 恐怕会影响整个市场营运 就是人潮确实有点 少很多 大家还是会在一起 分流有没有影响 今天这些市场 感觉是有明显的影响 我跟你讲市场一定要人多 人多才会热闹 然后热闹 碳商要多 你出来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那都不 金融市这种方面表示 金融市全市13处市场 不管是市内或户外 都采强制分流的做法 在疫情持续下 希望透过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维护摆摊业者 与采满民众的安全 记者张旗辰 金融报道 而刚恢复营业的 基隆信义传统市场 早上的秩序是大致良好 但仍然有民众抱怨 这个前一天才公布实施 没有缓冲期 民众来到传统市场买菜 量体温 食联制 还多了一项新的措施 从今天开始 我们进来市场 我们要看身份证 天礼拜二的话 是尾数 是双号的才能进来 从今天开始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措施就对了 我还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有的民众听到 要依照身份证尾数 才能进入市场 一头雾水 经过宣导才知道 传统市场自主分流 6月1号正式上路 要带身份证出门 那当然是有一定的困扰 但是我觉得现在非常时期 是还OK 我是 我本人是能接受 很不方便 怎么说 不然这人 像这样 当然第一天会 大家比较不知说 有这个政策 现在宣导的一两天 大家就会遵守了 一身份证尾数 双单号自主分流 虽然没有强制力 但大多数民众都愿意配合 而摊贩也坦言 分流之后人潮更少 不过防疫优先 只能够咬牙苦撑 像现在这种情形 一三五二四六 然后礼拜一又固定 叫我们不要卖 我就觉得 因为现在人已经很少 人已经很少来说 你又这样分流的话 反正又更少 又去一半掉了 对啊 生意一定比较差 没关系啦 金融传统市场 实施分流的第一天 虽然出现了零星状况 但秩序大致良好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疫情警戒第三级的期间 不少劳工生活 受到了冲击 金融市政府特别就提出了 支持劳工三支建的政策 首先是提供 五百个安心即时上工职缺 第二个则是 补助疫情前后 薪资差距的安心就业计划 最后则是 补助劳工参加职能训练 以及鼓励企业支持的 充电再出发训练计划 因应疫情 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 不少劳工也受到 企业减班或歇业的影响 金融市场 牛昌特别宣布 支持劳工三支建措施 首先是提供 五百个安心即时上工职缺 市政府会释出 短期的工作的职缺 只要你有劳保 或者是就业保险的记录 就业保险的记录就可以 只要到我们的就业服务中心 去登记 或者是洽询 我们市政府的劳资关系科 我们就会主动来 埋合相关的职缺 那我们首先会提供 这个五百个职缺 给金融市民来进行申请 用完之后 我们会立即加码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的来申请 我们首颇会五百个 那用完之后立即加码 那薪资呢 是每个小时一百六十元 每个月最高是八十个小时 那每个人最长的时间是六个月 第二项安心就业计划 则是根据劳工减班 歇业前后薪资差距 给予百分之五十的补助 按月补助最长十二个月 如果你有劳资协议减班休息 那会列策通报金融市政府 那我们会依据 实施减班休息前后 你的薪资的差距的百分之五十 来按月补助 那最长是十二个月 比如说 如果你在这个减班休息之前 你的薪资每个月是四万块 然后减班休息之后 比如说你的薪资 变成是每个月两万块 那四万减两万 就是等于两万 政府会补助百分之五十 所以如果照这样子的范例的话 会补助一万块 那最长时间会补助到一年 也就是最长会补助十二个月 最后则是鼓励劳工参加职能训练 参训劳工每小时补助160元 每月最高补助120个小时 歇业的企业 如果规划员工进行职能训练 也可以获得最高350万元的补助 相关详情可以扫描QR Code 或电洽金融市政府社会处下旬 金融市政府期盼 透过这三项具体做法 协助劳工度过疫情艰难时刻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有线电视真的是家庭学习的好帮手 运用云端空间 让教学影片可以随选随看 包括了体识能 译文 空中母语教育等精彩的课程 让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学习 面对全国三级警戒 我们停课不停学 金融市政府跟我们 金融有线电视特别合作 提供教学的随选影片 即日起正式上假牢 来服务居家的金融乡亲 这是一种更方便的远距教学 民众只要利用双向机上和 首页下方的地方专区 选当地新闻金融市 点进去按OK 就可以选择空中母语教室 金融部落大学等等影片集 再按右键 就可以随意来选择影片观赏 非常的方便 我们也增加这个随选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从6月1号开始呢 在中加吉隆的这样的一个 有限公司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随选的系统呢 就开始启用 那这个随选的系统也就是 包括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幼儿园 或者是到我们的社大 或者到我们的长青学院的学生呢 都可以随时的去选用他们想要这个上课的内容 那这个部分呢 包括我们的空中母语教室 还有我们的这个部落大学堂 那另外呢 也让我们的孩子包括很多 我们的这个体势能 生活原意 还有包括艺文音乐 以及电影欣赏 那这些呢 在我们这个选选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呢 都可以来挑选 你想要学习的内容 那我们也欢迎爸爸妈妈 跟着孩子一起 利用有线电视 这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那也可以在基隆的这个选选的频道里面呢 去挑选要陪同我们的小朋友来上课的内容 而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长辈非常关心的市长防疫记者会 在有线电视第三频道公用频道 下午一点 晚上七点 晚上的九点半都会来播出 用大荧幕来看比较不上眼 那我们跟中加基隆有线公司呢 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公用频道 也就是第三频道 那来做一个合作 那包括我们的这一些 不管是记者会的疫情公布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学生上课的课程呢 我们都会在这个公用频道呢 都有这个播出 另外国中小线上课程 可以转到第121台 公式三台收看 课程时间可以到电子集目标查阅 记者黄日生张启腾 采报报道 再来是温馨消息 凤凰狮十字会 和乐十字会 以及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执行长 施伟正个人和加薪商行等社会各界 捐赠了包括隔离衣 手套 防护面罩 次律酸水 蜂蜜蛋糕等各种物资 给矿工医院 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包括国际狮子会300F区 凤凰狮子会和各界捐赠200件的隔离衣 国际狮子会300F区和乐狮子会捐赠300件的隔离衣 以及五盒手套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执行长 施伟正个人捐赠次律酸水200公升和防护面罩 加薪牛嘎糖商行老板 苏建新个人捐赠200个蜂蜜蛋糕 各种物资一起涌入位在暖暖区八堵的台湾矿工医院 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凤凰狮子会还有我的志工 还有新农士合资 我们募到了将近850件 那我们其他其中的一部分挪到我们矿工医院 北北基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说台北市现在疫情严峻 那我们基隆市也要做好准备 那在这里淑平呼吁中央政府 赶快给我们人民疫苗 让我们能够生活的无虑 那在这里我们会做医护人员防护人员的后盾 大部分都集中在基隆市区 那矿工医院的防疫物资就比较缺乏 所以这次我们联合凤凰狮子会 一起捐赠在矿工医院 那也希望对我们防疫人员 所有的医护人员能够得到比较完善的帮助 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赤绿酸水到我们前线 来让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使用 那除了我们医护人员以外 相对来讲在医院周遭工作的警卫 以及我们的清洁护工 他们在使用赤绿酸水 对于杀菌来说是能够达到非常大的帮助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支持 也让台湾矿工医院满满的感谢 虽然我们医院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照着政府的规定 我们还是要为我们基隆地区的民众 尽量为他们的健康保守 那我们来造一份力量来去防疫 把我们这个疫情降到最低 国际师子会300F区第二副总监 纪乃正更表示 已经购买一个镇压快筛亭 将制证给台湾矿工医院服务更多民众 我们师子会也募集了 在基隆地区也募集了80万 我们将要购买一个 已经下订单了 镇压的快筛亭 也会放在矿工医院 一起来协助我们这附近的民众 来做快筛 对于各界的力挺 台湾矿工医院院长黎庆福 也表达由衷的感谢 更呼吁民众一起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共同防疫才能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林永昌 你今天有做好防疫的基本功吗 疫情当前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而且要勤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或者是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24276154 或者是1922 来通报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依照疾管署的统计 基隆中山区到五月底 仍然是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最多的行政区 声援张炳君特地戴着 1400个医疗口罩及酒精干洗手 到环保局清洁队的中山班 和西地班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依照疾管署的统计 以基隆市七个行政区来说 中山区到五月底前 仍然是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最多的行政区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戴着1400个医疗口罩 以及酒精干洗手 到环保局清洁队的中山班 和西地班 分送给这两个班的清洁队员 各700个医疗口罩 感谢他们在疫情严峻下 依然坚守清运垃圾 以及消毒的辛苦 我们也都有看到 我们环保局的同仁 在大太阳底下 不断的进行消毒 还有我们清洁的环境 谢谢炳君议员 特别关心我们 中山班的全体队员 在此我们对队员 感谢我们炳君议员 谢谢 面对严峻的疫情 市议员张炳君 呼吁大家一起鼓励 支持同样站在前线 负责清运垃圾 以及消毒环境的清洁队员们 共同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一二路形象商圈的地砖 年久失修路面高低不平 整条马路都是补丁 经过市议员张浩瀚 多次建议市府重铺 原本预定是这周要进场 但因为梅雨封面 以及采运台风的环流来搅局 将工程延到了下周再施工 车辆经过地砖发出正正的声响 一二路及哨船头 形象商圈的地面 有的出现下陷情形 88年陆续完工的一二路 和哨船头商圈 因为地面铺设了高压砖 不容易维护 加上年久失修 路面坑坑洞洞 经过市议员张浩瀚 多次在议会争取 市府今年编列了500万元 将全面铺设 所以非常多的市民 我们的一二路又说 这个好像行 不管是行人走过 或者是开车骑车经过 好像要开坦克车一样 那其实非常感谢 在我们多次的建议 集会看了之后 市府在去年编组500万的预算 那在今年 在六月底前 要完成我们一二路 整个路面的一个刨铺跟改善 那我相信在六月底之后 我们就可以恢复我们一二路 原本的一个AC的一个路面 不过考量一二路 形象商圈的造型路灯 及管线配置等因素 未来道路两侧 会保留一小部分的地砖 但道路中间 车辆区域都会改铺 薄油路面 预计下周就会进场施工 因为之前有一些 像这边是污水工程 那过去那个是 人手孔降埋的作业 那因为它降埋完成之后 先短时间之内 先用力气这边回布 到时候 车道范围线以外的部分 我们会用地砖做一个修复 那车道范围线以内 就是大家看到可以 水泥路面这边 水泥沟槽的部分 那这个到时候是我们的 两侧的界势 边界啦 边界以内的部分 我们会把地砖置换成黑漆路面 那让这个地方可以顺便 提醒我们的一个市政府 各个单位 应该要注意 那在行车上面的一个宣传 避免市民呢 因为资讯不足的一个关系 必须要绕非常大的一个路途 才可以回到家里 或者是想要到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包括告示的部分 包括周边邻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通知 那希望把这个工程对市民的影响降到最低 整个工程预计分三天进行 假日不施工 公务处提醒用路人及商家 现场将会有人员进行交通疏导 降低对商家和民众的不便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防御期间首出门 在家料理就显得很重要 要带你来看 渔货达人在这一波不景气中冲出了创意 推出了百元价的生鲜产品 还有烤煮都好鲜甜的海鲜五小福 以及待客订货 门市取货 让不少消费者及妈妈们力推说好 现在回家煮 哇哦 看这满足好料 新鲜食材加上超优良的蛋白质 在家吃的泡派又营养均衡 挑选新鲜食材是必要首选 老板娘你好 我网路订购的 而想要买新鲜鱼货 不用早起去抗马定 现在上网说一声 就可以在门市取货 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会去产品吃饭 所以大家都流行网路上订购 他这边就可以 网路上直接选购好 订购好 然后约好时间就可以来拿 像现在有个特别的食材 银鸡肉 也是相当少见的 在防疫不景气中激发创意 鱼货职人推荐优良蛋白质 更佛心地推出个人及全家餐两类 CP值高 价格公道 先就让我这个看妈店长大的小孩 来跟大家推荐鱼货职人 防疫期间如果你需要自煮 不是 我是说煮火锅的煮 不妨来到我们看妈店走走 这是我们是北台湾最大的鱼货市场 这全家通过就是这个 有白虾 草虾 还有刁片 英国蟹 英国蟹跟淡菜 跟现在本港小卷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四五点三四点出来买东西 东西都一样的 希望大家都从鱼类海鲜类摄取到营养的蛋白质 然后另外我们有推出我们脸书线上订购服务 可以烘蛋这个用烤一烤 跟外面那个餐厅一片的话就要两百块 这次疫情的关系我们想要经营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推出了破盘的百元价优惠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满满优良的蛋白质 增强免疫力 所以不管是凌晨卡玛丁的现场 还是上午到中午的店面营业 或是在网路订购 业者较劲闹汁 行销新鲜食材 让消费大众在防疫期间都能变成 愚获之恩 一起足起来 在家自主也可以增强免疫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